欢迎各位 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时代少年团 哇 我感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各位也可以依次地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元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玲 好 那我们在现场也是欢迎我们四位时代少年团的队员 能够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云发部会 其实大家都知道BO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品牌 想必几位对于我们的BO权品牌也有所了解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合作之后的感受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我感觉就是成为身体护理系业的代言人 是很荣幸 很开心的事情 对 鱼有熔烟 小宋呢 我觉得通过这次合作 真正体验到了身体乳的魅力吧 对 好 小江 我觉得BO权吧 也是一直在倡导健康自然乐活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 小赫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大白瓶它这个橙子的这个香味 就感觉闻起来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 对 而且就感觉它这个质地吧 就是非常顺滑也不粘腻 对 润而不腻 对 那其实呢 说的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更好的BO权大白瓶身体乳 润而不腻带给大家 又有道淡淡的甜橙香气 那其实说到这里之后 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少年们对于BO权的喜爱是藏不住的 其实啊 我知道几位少年呢 也和我们的品牌共同拍摄了产品大片 那不如在这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拍摄的时候有哪些趣事 一起来聊一聊 小马 拍摄那天因为我们的主角是大白瓶嘛 对 所以其实涂了很多身体乳 然后一整天身上都是非常的顺滑 充满香气 小宋 我记得我们那个拍的时候还有那个橙子 大家就到处乱丢乱玩 然后还有那个丢拳滑板 很好玩 然后很欢乐 是一次很美好的体验 对 体验到了他 小张 亚轩也说到了滑板 其实我那天也用了那个滑板了 对 就是拍摄广告的时候也用了那个滑板 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当时拿那个大白瓶举重练手臂 也是挺有趣的 哦 对 就是在其中也能够找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 是 小赫也可以来聊一聊 我感觉我那天拍的时候就好像在那跑酷一样 啊 跳过来跳过去的 对 感觉特别的青春 特别的有活力 对 我就特别喜欢那样拍摄 是的 我们在现场也要感谢几位少年 为我们的BO拳身体护理系列 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那说到这里之后 想必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BO拳大白瓶身体乳 也是非常好奇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共同一步到互动区 再一次的跟各位好好来聊聊今天的宝藏单品吧 好的 也是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回到我们的云发部会的现场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 BO拳身体护理的大白瓶系列呢 也要在今天为大家做到一个好好的分享 同样为各位呢 有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代言人时代少年团 四位呢也都是在我们的互动区 大家会发现还有三位今天因为特别的原因 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线上连线的形式 来接通一下我们的小丁 小刘 小颜 他们也是在我们的线上等候大家 哇 他们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屏幕上面 好帅 好多帅哥 依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小丁 好多帅哥 依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小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 欢迎小丁 小刘 小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浩 欢迎小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浩翔 好 欢迎三位哈 我们今天呢在大屏幕上面的三位 加上我们现场的四位哈 我们的时代少年团 七位呢都已经云集在了我们BO全的云发布会 其实我相信啊在这里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呢 大家脑海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啊 大家知道 你们的青春可以说是非常忙碌 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这段时间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规划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小马 啊 最近的事情和规划 你先拿着说一会儿 你说吧 我帮你举着 最近我的事情和规划呢就是 在学校上课嘛 嗯 然后大家也知道表演课是需要回作业的 然后我们就是在排练 然后平时就是进行日常的学习和生活 对 可以看出小马是为了我们这个工作 学习在不断的奋斗和努力哈 对 没错 小马好可爱哈 小丁最近在忙什么 小马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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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表演系都是要回作业的嘛 哈哈哈哈 Copy 其实大二的学业更忙了 然后又要准备很多片段 需要去找角色的一些资料啊 去让自己更尽量的贴合这个角色 去实践各种的 对 大家知道其实小丁也是我们大二的学长嘛 学长就是有学长的风范哈 跟大家说自己也是在努力的学习 对 学长 学长 好 那接下来亚轩在忙什么 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忙 呃 我其实跟马哥差不多了 我们也是 呃 因为 呃 开学刚几周 然后我们也要动物模拟 然后 要经常排练 嗯 对 在排练为了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是的 好 谢谢小宋 哈 那我们接下来 小刘 小刘 呃 我之前回重庆是 你让我们来就是休息几天 对 好 谢谢小刘哈 小姜 对对对 嗯 大家都知道音乐剧系也是需要回作业的 哈哈哈哈 谢谢我的台词都想好了 谢谢吧 就是可能 人物做不到 哈哈哈哈 需要去找一些资料 对 然后 然后为了坑贴的那个角色 哎 怎么感觉大家就在互相逛 嗯 但是是是是真的 就是需要多去找资料 然后去找人物的 哈哈哈 然后 把台词真正的由心而发 嗯 好 谢谢小刘哈 小颜 就是表演戏吧 也是需要回作业的 就是什么 就是在老师和老师有把我们 分成几组 然后 一起去排一个 呃 作业出来 然后大家最近都在 我最近最近都在 稍多讨论 然后 呃 讨论剧情 然后讨论角色 然后一起排作业 其实也是在排作业的过程吧 嗯 哎我会发现啊 通过聊天好几位我们的少年团的成员都在完成作业 那小赫呢 你是不是也在完成作业 嗯 大家也知道这个 波音系也是需要完成 要回作业的 是吧 最近 嗯 最近在上这个基础语音发声啊 这个周末的作业我还没有教呢 我们要需要查很多的资料啊 对 像张哥他们要去这个 嗯 什么 这个感受人物的心理 这边还有动物模仿的 我这还要多听新闻 嗯 大家都是最近特别忙 确实 对 也是再一次谢谢哈我们的时代少年团的每位成员哈 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最近一段时间在忙什么 同样呢 为了给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福利 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发送我们的口令 标权时代少年团迎取我们的金和红包 全部都是带给各位的超值力度 那刚刚聊过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 我相信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也在期待哈 我们上年团的成员未来有哪些计划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而且我们也是云发部会的现场 通过这样特别的形式能够和大家见面哈 小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嗯 最近的计划 我要说说之后的计划吧 嗯 之后我们呃就是说因为 呃虽然说最近大家学业都比较紧张 但是呢 该有东西我们还是要呃 是的 就是会 呃 准备的惊喜还是会呈现给大家的 嗯 然后现在应该在准备的阶段了 然后我们也都陆续的在呃 沟通了大家 然后 其实就是三周年的一些呃 呃 一些事情 耶耶耶耶耶耶 然后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耶耶耶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哈 小丁 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计划吗 啊 我我现在吗 对 我现在计划啊 呃 其实就是 是先好好呃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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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学学校里的课吧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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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大家都说了三周年的一些小惊喜 然后 对 就是自己也在准备三周年过后嘛 发一两首歌 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惊喜 呃 会有好听的单曲会在未来跟大家见面 我 小 academics 我的打算呢就是 要玩回北京之后 然后大家从学校出来之后 好好的见一面 然后好好的 吃一顿饭吧先 我的打算先先先想吃一顿饭 好吧 有必要的有必要的 感受一下美食的魅力 小妍 就该有的 一个不会少 对该有的一个不会少 好小贺 他们刚刚都说的差不多了 我最近的计划就是把学习做好 然后像马哥说的有小惊喜 把这种小惊喜也给搞好 差不多就这样 把更多的惊喜更多的美好 也是传递给我们云发布会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 和我们继续的来进行到互动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季节已经逐渐的走进了冬季 冬季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干燥一点 接下来想问问几位 到了冬天 大家都应该有到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心得 或者毫无的分享 也可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小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吧 冬天的话 喉咙就是特别容易干 冬天就很干嘛 所以需要多补充水分 然后身上肌肤也很容易干燥 容易起皮 嗯 对 对 这个是小马的感受 其实补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小松 小松吗 对 我觉得就是 我推荐这个吧 简单明了 要给小马种草这一款 对不对 没错 因为就是到了冬天 我们皮肤一般都会比较干燥 嗯 所以然后用这个就可以把干燥 扼杀在摇篮里 对 让你的肌肤会更加感受到补水力 是的 你看 小张 竖起了大拇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也很有感受 就是最近入秋之后 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 就是身体又干 然后 北方的那个季节吧 它突然感觉也特别的冷 就是一下子就降温 让我感觉脸也干 干起来了 还有全身肌肤都变干了 所以说我觉得 咱们的这个 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说可以天天抹 对 对 我们小张呢 也是把更好的 VV全的身体护理 分享给了所有的朋友们 小赫 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话 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入秋冬之后 就是每次洗了澡 嗯 就想去抠 到处抠一抠 就因为太干燥了 对 所以说 但是我一般洗了澡之后 抠抠这个 我们这个 VV全的这个身体乳制后 就会好很多 所以说 这东西 对 我会发现 今天在现场的几位 都不约而同的 把我们VV全的这一款 身体护理的大白瓶 拿到了手上 也可以看得出 那几位对于他的喜爱 那接下来问一问我们线上的三位 小丁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冬天的好路吗 对 或者冬天的新鱼 当然是缺不了我们的B.O.拳 对 B.O.拳 然后还有秋衣秋裤 然后热水杯 热水袋 热水杯 还有什么泡脚的筒 各种各样的 都得 齐活了 对 那小丁我想问一下你 你到了整个的冬天的时候 会不会用到VV全的大白瓶呢 那肯定啊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睡觉前 洗完澡会觉得身体特别干 嗯 然后抹一下就觉得特别的清爽 然后特别滋润 对 那也可以看得出 小丁对于我们B.O.拳大白瓶的喜爱 小刘我听说你特别喜欢 B.O.拳大白瓶甜橙的味道 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 因为之前在拍摄广告的时候 就是有试过在手上抹一抹 然后那个香味是真的挺喜欢的 嗯 暖暖的甜橙的味道 小丁 是的 小丁和大家聊一聊 聊聊 就是挺好的 就每次洗完澡之后 因为我是那种 贼容易干起皮的那种 但是抹了之后 身上就感觉没有那么崩的 崩的慌 对 就感觉超级好用 超级出书 嗯 也是谢谢我们线上的三位 通过自己秋冬集 然后用过我们B.O.拳 大白瓶的感受 和大家再次的分享了 但是呢 我们的云发布会呢 还是正在继续当中 提醒大家 正如我们刚刚小马跟大家分享的 到了秋冬季节之后 天气逐渐变冷 身体护理的补水呢 也会尤为重要 也希望各位呢 可以把我们的大白瓶 一起用起来 上到这里之后 也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小丁 小刘 小盐 通过线上连线的形式 和我们一起参与到了今天的云发布会 接下来的时间呢 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希望有机会来我们的云发布会 再次跟我们做客分享 好不好 谢谢 拜拜 对不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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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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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云发布会 还要继续跟大家来进行到分享 说回我们的大白瓶身体乳 在开场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的BO权呢 专注身体护理 已经有到了50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 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研发和努力 当然呢 这里边也要归功于 它强烈的超级配方 在里边能够帮助我们 做到一个更好的身体护理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叫做护肤药有效 成分很重要 它里边首先的当家成分 叫做透明颤菌发酵产物 是一个面部护理的修护成分 能够呢 帮助大家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 而且里边还有到甜成精油 可以保湿滋润 长效锁水 让大家真正做到的是 以油养肤 以油护肤 另外呢 还有到油橄榄果油 能够强韧抗氧 让我们的肌肤告别 暗沉就是我们小马手中 拿到的这一瓶 还有我们小赫把C位 让给的这一瓶就是它 这个大白瓶也是我们所有 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当中 在选择它的 通过我们刚刚跟大家 分享了成分呢 想必很多朋友们 对于我们币欧全 大白瓶身体乳 也是非常喜爱的 大家也可以和我们 多多地来进行选择 那在我们今天啊 云发布会的现场 就是为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谋福利 我们的福利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时代少年团的亲签照 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 也可以持续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锁定 那我们现场的 时代少年团呢 也要跟我们 共同来完成多轮挑战 才有机会为大家 解锁我们的超级福利 今天啊 我们的第一轮的互动挑战 就叫做成分滑锁 也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道具呢 送上我们的舞台中间 在这里呢 肖肖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的 游戏规则 四位一定要好好听啊 我先问一下四位 有没有信心完成 我们的第一轮挑战 有 非常有 有 你看四位火力全开 那第一轮的互动呢 先来跟大家讲一讲规则 在我们的面前的 道具箱当中呢 有一整箱的海洋球 海洋球当中呢 分了四种 分别是我们的 三种成分的海洋球 和我们一个logo的 海洋球 一会儿呢 我们会现场四位少年呢 来进行量量组队 量量组队成功之后 我们会通过 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来进行到猜拳 猜拳成功之后 然后拿着我们的 成分海洋球 选出三种 放入我们的盲盒箱当中 依次来进行挑战 看一看究竟花落谁家 赢得今天的福利 但是今天啊 如果说输的那一队呢 有一个小小的惩罚 要做十个俯卧车 小马怎么样 觉得自己会不会输 我那肯定绝对是 一定不可能输的 一路赢家 那接下来呢 有请几位 和我们共同来到 我们的舞台中央 有请 来吧 今天在现场 我们有一个盲盒箱 请四位呢 可以在我们的盲盒箱当中 依次地来选取 我们的海洋球 我们抽到 logo两个的呢 自动为一对 抽到成分的 两个的自动为一对 小赫先来抽了 小赫看一看 能够抽到的是成分还是logo呢 小赫抽到的是亚训 是亚训 一定是亚训 好 来小张 小张 小张抽到的是我 来吧 小张抽到亚训了 好 小宋 两个人对了一下 是一对吗 最后一个小马 跟张哥一对 我们一起亮起来 给大家来看一看 小赫所以你抽到的是成分 透明颤君发酵产物 我们一起来打开好不好 然后给镜头看一下 来 怎么看到 来 有请四位 也是一个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小马 来 不会坏了 好 四位有请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谁和谁一对 小宋 和谁一对 我跟张哥一对 和张哥一对 那这样吧 小宋和我们小张站在一起 小赫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好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是 两两组队完成了 这样吧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挑战 更加有趣一点 我们让现场的两队 给自己的队伍来起个名字吧 好 小马 小赫 你们的队伍的名字 有想好吗 没有 想好可以先说 学长学弟 我不知道 小张在思考 叫学长在学弟 叫什么队 他们叫什么 你说 叫 看学长如何带学弟赢得比赛 看学长如何带学弟赢得比赛 对 他们是十个字的名字 笑死 过来点 还要射死 我们叫你说的不对 五个字和十个字的对名 怎么样 现在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将去挑战环节了 你说的不对 可以啊 好 好言状语已经放给大家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是自动的归为了两队 然后我们要每个队伍呢 派出一位代表 进行我们猜拳的方式 来决定出场的先后顺序 所以我们 你说的不对 对 派的是 我说的对 说的对 来 所以小贺来猜 小贺来猜 我猜行 好 那我去吧 小贺和小张 他从来没赢过我 公平竞争啊 公平竞争啊 证明自己啊 石头剪刀帕子 我那个帕子是包嘛 他他他他就这样吧 公平起见 我说三二一的时候 一起来出 好吧 他他他打心理战 他把我那边 三二一 请出拳 三二一 请出拳 耶 所以小贺 你决定你是先出场 还是后出场 先出后出 有什么一定的 没有前品的心机 马哥呢 马哥怎么觉得 后出场 后出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出场 就交给我们的 小张 小宋 两位会先派出 谁来参与我们的挑战呢 小宋 小张吧 小张 现场切让起来了 对不对 行 那我就先去冲一冲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小张现场在我们 这个队伍当中 要挑选一个 和你来进行猜拳 你的选择是 还是挑 从哪摔到 从哪站起来 看一看 这轮小张 能不能够从他摔到 地方爬起来 我先坐 要是摔得更惨 我先坐了 好 小贺已经开始 现场做起补卧车了吗 我是给张哥一点 这个 让他先以为 他自己会赢 结果最后 他输得赢 好 接下来我们挑战即将开始 肖肖要开启 我们手中的计时方式了 倒计时数到1的时候 小张就开始猜拳 猜完拳之后 把我们旁边的成分 直接拿到我们的毛河箱当中 然后小宋紧接着 和小马来进行猜拳 OK 同样拿取我们的成分 来 我呢 我呢 三 二 一 开始 不 我就负责猜拳是吧 不 不 三个成分哦 我可以阻止他吗 可以 诶 张哥我看一下 那个球 可以阻止他 小马现场开始倒门 你觉得你这个不对 不可以阻止他 小张在跳下我们的球 对 透明探居 催取物 天强精油 不是 诶 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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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只能够小张自己来拿哈 快快 这个这个这个 小张还下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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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发挥了 别拿 这个不用这个不需要 哎呀 哎 不用这个 这个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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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这个这个 这个已经过去了 三十五秒 这个好用 真有这个 这个好用 啊 这个真有啊 等一下 小张你拿到几个坑 你先放到那个箱子 然后再回来拿 你别 你看得清吗 你肯定看不清 我猜就是这个 哎 好丢到里边了 是不是三个成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一个 拿错了呀 拿错了呀 啊 是拿错了吗 快快加油张哥 好 好了 三个成分成功投机 倒计时代在进行当中 小宋赶快和小马来进行猜拳 猜猜 小马来进行猜拳 石头剪 石头剪的布 我能拿吗 你出库了呀 小宋拿 小宋来拿 小宋拿 对 小宋来选出三个成分 小宋拿什么拿 时间已经过去 一分十秒了 小宋不用拿 这个这个 小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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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拿到了一个 油甘蓝果油 我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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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什么东西 这什么是油甘蓝果油 我们不能把 小张帮你拿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这样把车全都推过去 你拿另外的 这个一定 蓝布垃圾的那个 我觉得小马应该是一个 他的捣乱王 你拿的啥 你就拿了一个是吧 哎 你拿了一个是啥 拿了个甘蓝油 小鹤你偷偷告诉我 你在干嘛 你别告诉他们 我在干嘛 就行 还下几个小宋 还下几个小宋 我不知道耶 这个可以拿吗 这不能拿 这个不能拿 来 这个游戏规则 小宋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不用拿 马上两分钟了 你再开个洞吧 你再开个洞吧 这个洞通不了 你求求求我 你给大伙撒个腔 两分钟 已经开启 小鹤我们 你大喊几声 把这个盲盒箱让 你大喊几声 让小鹤把这个 海洋球放到里边 大喊几声 大喊几声 我们就进去了 B.O.拳大白瓶身体乳 B.O.拳大白瓶身体乳 给他吧 给你吧 可以了吗 真的好啊你们 多放在里面 好 那进场我们的倒计时 已经截止 我们这一队用了 两分二十秒的时间 被看到了 你看我拿了多少东西 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来看一看 小马和小鹤 能够完成挑战 这样我走过去 给大家来检查一下 看一看我们的成分 是不是对的 多拿了一个 来 甜橙精油在里边 还有我们的 油橄榄果油 在里边 还有我们的 透明产菌 发酵产物 也在这个里边 恭喜完成 两分二十秒 希望你们可以阻拦他们 让他们超过两分二十秒 没问题 来 那时间交给我们的 小马和小鹤 干嘛呢 小鹤不要作弊 没有作弊 那我们小马和小鹤 谁先来呢 我先来 好 来 松点圈 松点圈 我们三位再次的 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继续完成我们的互动挑战 这一轮小马先来 所以你挑的是谁 我挑的是张哥 好你挑的是张哥 他是输的可以学 我们把剩下的几个球呢 放回我们的小推车当中 然后方便几位来进行选择 好的 好 大家来帮一下忙 好 来 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小马 跟我们的小张 来进行对决PK 小鹤要作弊吗 我不作弊 我从来不作弊 好 好 那我们倒计时将开始 来 我来拿 倒计时 三 二 一 请开始 赢了 赢了 小马赶快来挑选 小宋在集中的阻挠 对 对 现场就开始自打在一起了 等一下 小张直接把车给推走了 小马放进去几个了 两个到手了对不对 来 现场急入的混乱 但是小张我们把车放在固定的位置 让小马来进选择 马哥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有了 这儿 马哥 半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小鹤来帮他找最后一个 对不起 这些动物模拟已经变多了 我已经放过一组了 我已经放过一组了 放完了 放完了是吧 好累 接下来的时间 小鹤跟我们的小宋 来进行石头剪刀布 好好好 来 准备 石头剪刀布 好 起得胜利 什么 挑选三个成分 什么 赶快放到我们的肩膀中 太香脏了 看来组了 小鹤 小鹤 小鹤已经1分20秒了 你快去 你快去抢 我来 输了你 没有啊 我们大喊几声 必有全大白瓶身体乳 你放我们进去 对 必有全大白瓶身体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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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不让必有全大白瓶身体乳 给大家介绍一下必有全大白瓶身体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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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介绍 你放到这里介绍不可以吗 小鹤 你看得出来 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喜爱 但是可以让小鹤放到里边 对 小鹤先放 先放 好 放成功告诉我一下 可以了吗 1分50秒 成功了 这样我们来检查一下好不好 来看一看 不可能 是不是有挑战成功 油橄榄 甜橙果油 好像少了一个菌 是吗 他又放了一个进去 透明碳菌提取物在里面 好啦他们对了 是吗 因为我们快了30秒钟的时间 没关系 下个挑战我们再来 30秒钟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愿赌服输 开启我们10个服务程的挑战 好吧 我喜欢 10个服务程 对 时间交给我们的小张和小颂 我们演得好辛苦啊 为了这10个服务程 YES 现场想做给大家 对不对 让他们一把 好 那倒计时开始之后 两位开启到我们10个服务程 倒计时 3 2 1 第一个 不行啊 第二个 第三个 哎呦呦呦呦 第四个 对 对 真的是好累 坐会儿吧 小马什么感觉 就是坐着 有肌骨啊 感觉很舒适 还差两个 好的 还差两个 还差两个 有差吗 无所谓的 应该是 我没有唱 我没有唱 小张是比较厉害的 好的 谢谢小张 那在这里再次的告诉一下大家 刚刚我们通过一个游戏 跟大家分享了这几种成分 可以再来跟我们大家 说一下这几种成分吗 小宋 你刚刚选择到了 什么样的成分 在海洋球里面 那个 颤菌发酵产物 还有甜橙精油 还有那个 油橄榄 油橄榄果油 甜橙精油 还有透明颤菌发酵产物 刚刚也都跟大家来进行到了分享 那几位辛苦了 可以稍微地落座一下 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抽取到的是 我们五张亲笔签名照的机会 我觉得刚刚经过了一轮挑战 为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争取了福利 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小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 好久没有做过 这么激烈的运动 然后 其实那个透明颤菌发酵产物 那个还挺难找的 因为它是那种蓝色的 它跟那个卡片如何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是挑战难度之一 是的 但为了爆米花们都是应该的 你看 小张真的很暖心 那小张好暖心 其实刚刚小马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是透明颤菌发酵产物 这个其实也是标权旗下的一个宝藏成分 也是一个当家成分 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肌肤的屏障 做到一个修护 而且里面还有到我们的甜橙精油 淡淡的甜橙香 大家都很爱它的味道 以及里面还有到油橄榄果油 帮助我们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抗氧化 那说到了这里之后 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第一轮挑战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共同来开启 我们的第二轮挑战了 其实我知道平时我们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 都会用到我们的大白瓶的身体乳 他们的味道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吗 它的味道 那就有点淡淡的橙子的香气 甜橙香气 喜欢这样的香味 太喜欢了 对 就很清清爽爽的感觉 对 你看小宋一提到我们这个 大白瓶身体乳 都忍不住的 想要把它捧在手上 其实那瓶应该是用完了 你看他一直在用 想拿走第二瓶 一会给你打包好不好小宋 好 今天也是我们的云发布会现场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呢一提到这个橙 橙子呢有很多的成语 比如说好是橙霜啊 心想是橙啊 有点这个谐音梗的感觉 谐音梗啊 扣分 现场几位少年都已经笑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挑战 就叫做猜成语 也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这个道具直接上上来 各位会发现 在我们的道具上面呢 跟大家准备到了两个板子 然后呢每个板子上面呢 我们准备到的是不同的图案 这边的图案呢 跟大家准备到的是图标 另外一边呢是我们的空白板 所以接下来呢 要求我们时代少年团当中的四位哦 每位来分别进行猜词 我会把我手中当中的词语呢 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看 你们要根据词语选择对应的图标 剩下的三位来采取 要在计时三分钟之内 完成七个词语 就算挑战成功 明白 小张这么笃定吗 肯定没问题 小张是不是提前告诉你提了呀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看一看几位是否能够顺利挑战成功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想问问四位当中 四位谁先来完成我们的猜词挑战呢 你俩先吧 张哥先吧 张哥去 我觉得 张哥 小张 那接下来小张先来 我们倒计时三分钟的时间 要站过来吗 来过来 那我手中的词语呢 要依次的给你来看一下 但是不能够给你的队友来看 接下来如果各位已经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要跟各位来开启到 三分钟的倒计时 看一看他们是否能够挑战成功 来首先来看第一个词语 有看到吗 看到了 我估计他们猜不出来 我们也要猜是吧 我们直接猜就可以 来到计时三分钟 我们直接猜就可以 要告诉一下你的队友 这个是几个字呢 四个字 四个字 我们肯定知道是四个字 四个字 所以你们的猜测是 我可以再加一个吗 可以 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半分钟要过了 你们平均大概要二十几秒一个词语 张哥可以着急一点 好 来 大家要猜到吗 四个字 注射 没有这个字 你要往那个 把大白瓶注射到人体 大的方向想 大的方向想 打点D 我什么职业我会用这个针 护士 打针 打针 医生对了一个字 护对了 身体护什么 身体护理 对身体护理 小赫才对了 好强啊 第二个谁来上场 我来 你来 小宋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词语 看到了 他把最干净的留给了你 来进行选择 看看小宋 能不能够在快速的时间当中 帮助我们完成挑战 我知道了 是什么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好恭喜答对了 来第三个 快来 你想说什么 我去 小赫来 小赫来看一下第三个词语 这个很简单 没关系 这个就可以放在上面 我又喜欢你 小赫要快速的做出自己的选择 时间已经过半了 已经好呀 你是懂北京烤鸭的 北京烤鸭对了 来 接下来小马 你是懂北京烤鸭的 我随便一双 现场两位默契度爆棚 这个北京烤鸭是关起来 他有一只 用一只鸭子就告诉我们 他本来就想吃 我看那个鸭子 大家可以快速来猜 好香啊 现在是我们的第四个词语 啊 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特点哦 清爽不年 我知道了 润而不年 对的 恭喜小赫 来 接下来小赫再来挑战一个吧 现在已经是四个词语了 来 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了 快点 张哥 来给你看一下啊 没看题呢 对不起 你们看到了吗 他没有看到 这个很简单 对 可以贴在上面哦 这是哭吗 哭 委屈难受 难受 好 第二个词语 喜怒爱乐 啊 委屈难受 下面那个是 悲喜交加 好的 来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谁来 小天才 快去快去快去 还有最后十秒钟 那我们不就 还有五秒钟 这样吧 我们把七个词全都给大家 来做完 你这个可以吧 对哦 可以 好 两分半隔 啊 这个怎么弄啊 可以过 我给你一次过的机会吧 啥呀啥呀 这样让我去看看呢 这个吧 过过过过过 这个 我去看 然后算轩来打 看一看啊 小宋能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小宋还在跳 我觉得其实 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 八唇 七嘴八舌 对了 谁猜的 你怎么这么强啊 小张 小张好聪明哦 小张上来摆吧 但是现在三分钟已经过了 我们这样吧 我们把最后一个词语 让大家再来猜一下 好不好 小贺来 小张 小张 好 别尴尬啊 我看一会儿你 小贺来看一下啊 最后一个词语 快爱小贺 看一看啊 你的三个最友情会猜出你的心意 怎么到这儿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灯泡灯泡 等一下 小贺在找 哦 是这个的意思吗 是想要火焰 哦 可以 哦 你记着什么 一个词语 灯泡 闪闪发光 对的 哦 恭喜 恭喜我们的少年们 成功完成了我们的挑战 那另外呢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猜到我们词语已经达到了七个 虽然已经超过了三分钟 但是大家还是默契都可以的 我们就继续哈 给大家加五个亲笔签名的名额 后面呢我们还会有机会送给大家十瓶四百毫升大白瓶身体乳正装的机会 而且各位啊现在也可以在屏幕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发送口令 我们的口令呢是标权时代少年团来赢取我们的红包 我觉得经过了刚刚的一轮挑战我想问问哈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们几个人的默契度怎么样 呃 呃 也那样吧 也就还好吧 一如其嘛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几位的默契度哈 在你们身旁的一侧呢都有一张白纸和一根笔 接下来肖肖要现场的来进行发问 然后你们要来选择最硬的人名把它写在我们面前的白纸之上 看一看哈几位的默契度如何 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的 各位要记住哈我们现在是云发布会的现场 为各位来推荐到的就是标权大白瓶身体乳 接下来呢在这一轮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默契度怎么样哈 首先第一个问题谁是团队里最怕冷的人 请写出你们的答案 啊最怕冷 你不要先 你要三人一起亮吧还是 啊那我们一起亮吧好不好 来 请写下之后我们三秒钟之后一起来亮出答案 谁是团队里面最怕冷的人呢 OK 我今天猜是小赫或者小颂 因为你们两个穿的最多 啊 来啊三二一 哎我还没写完 好等一等小赫哈 来接来写好了吗 我们一起准备亮提板倒计时 三二一 哦小颂 我一样的默契真是 马加奇 为什么是我呢 我很想问 小江宋亚轩 哎两位写小颂的可以告诉一下我们为什么吗 他确实冷啊 他确实很怕冷啊 是啊 我冬天穿短袖耶 就是 他确实啊 我我就是要怕得极致 觉得你比较怕的 所以觉得他是更怕冷的 那你为什么写小马 我 他觉得我在学校穿了很多 因为他写了你 他经常穿那种风衣 嗯 好 那接下来哈 我们小赫为什么写小张 随便写 刻板印象 张哥的话呢 张哥他这个 张哥柔我不爽 好吧 其实就是张哥在写孙亚轩的时候 我在想我到底写谁 然后我看没人写张哥的时候 随便写了一个 我就觉得说张哥应该挺怕冷的 然后我就要写张哥 好的 然后告诉一下大家 其实呢 大家需要写的 可以是我们团里的任何一个人 不用在现场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谁是团队里最运动内卷的人 请写出你们答案 三秒钟之后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亮一下我们的题板 我看到小宋已经有了答案 已经快要写完了 这个还用思考 大家写完可以给我一个示意哦 小马还在思索吗 对 好的 谁是最运动内卷的人 写好了吗 写好了 写好了 那我们三秒钟之后 一起给大家来公布答案 现场考试不允许交头接耳哦 来到计时 来到计时 对不起 三 二 一 小赫可以了吗 可以 好 那我们一起来打开 又是我呀 小赫 小赫 宋亚轩 小赫 宋亚轩 我看小赫 我看小赫 好像没有改答案 直接把它亮出来题板 是的 隐藏的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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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是我呀 射孔 好的 小赫 我想问一下 没有来到现场的那三位 不是我们运动内卷的人吗 是 不是我们的射孔吗 怎么没有他们的名字 小宋 好 小赫 小赫 答案有写出来吗 有 马上啊 好 等一等小赫的答案 好 他开始绘画了 好 我写 我们写字就可以 写好了 好 贺俊宁 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 对啊 没关系 有了我们的B O拳 大白瓶身体乳 能够作为你最好的勇敢的礼物 他不愧是我们跨时代的经典单品 而且呢也是B O拳和时代少年团们的 双向奔赴 那在使用大家的感受和体验上面 也是默契十足 那接下来哈 我们再继续地完成挑战 来帮助大家解锁福利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挑战 叫做润而不黏绕口令挑战 也是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上上我们的道具哈 我们要有请几位时代少年团的少年们 可以和我们共同一步到舞台的中间 然后呢摸一摸盲盒里边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要有请四位当中派一个代表 来摸一摸 好吧 平时谁的胆子大一点 小宋 你去吧 小宋可以吗 我可以 那先胆子可大了 只要不是活物就行 有可能哦 我可以看吗 不可以看 因为我们是盲盒 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哦 我后悔了 没关系 勇敢地伸出你的双手吧 伸出双手才能够解锁我们的福利哦 好 看一看里边是什么 嗯 有点害怕 哈哈 你还没有摸到耶 哎呀好吓人了 一鼓作气 他自己把自己吓到了 摸到了带毛的东西对不对 带毛的东西 对啊 有水 嗯 但是 感觉像一块 魔域那种东西 这个这个游戏就是 会不会是小动物的皮肤 好 那我们摸的时候 你就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 可以 快速地摸一下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们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痛苦 这样吧 小马来帮一帮小动 要不要 我要死掉了 小马说我摸一摸你的手 没东西 哦 嗯 那我们直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 我也要摸 我也要摸 啊 来 小张也来吧 我不怕了 我不怕了 那么喜欢摸吗 马哥都不怕了 我也不敢摸 好喜欢摸 我给你有给你摸 好滑 滑滑的对不对 哇 好像 哦 好舒服 什么东西 好舒服啊 这个东西 我也想摸 他咬我 好了 四位少年 那我们把它拿出来吧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他的庐山之面目 小鹤把它拿出来吧 小鹤拿出来 好 哎 还有没有啊 哇塞 这是什么 好 直接把它捧在手心 哈哈 把它捧在手心啊 对 你来拿出来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好的来看一看哈 他们刚刚在摸了半天的是什么呢 把它捧在手心里 不要让它掉在地上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像一个这个可爱的海绵一样哈 好的 四位都已经把它拿在手上了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在本轮我们要跟大家来进行挑战游戏的规则 手上呢 我们拿到的这个东西叫做史莱姆 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到它非常滑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把史莱姆捧在手心之上 然后每个人依次来读绕口令 读完绕口令 传递给下一位 如果史莱姆掉在地上 那就要为大家模仿我们的表情包 可以完成挑战吗 可以 可以 真的很难啊 如果在挑战的时候 你们这个样子就要完成我们的这个惩罚任务了 那接下来 要我们的小马把史莱姆 对 放在一个人的手上 小松我们放在一个人的手上 这个好像个大脑 好 来 那我们四位谁先来挑战 小马先来挑战 这还有 马哥要露出来了 你们先 史莱姆怎么这么可爱 张哥先 张哥拿住 你们谁先来 张哥坐 不是 这样吧 小张先来吧 好吧 张哥是史莱姆 好年 小马怎么样 作为队长要不要先来体验一下 还有 让张哥先来吧 张哥手令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小张对应的绕口令是什么呢 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滴了这五金塔嘛 对 南边来了个哑巴 要里别着个喇叭 南边滴了这喇叭的喇叭 要拿塔吗 换北边别喇叭 哑巴的喇叭 哑巴不愿意拿喇叭 换喇叭的塔吗 喇叭非要换别的喇叭 哑巴的喇叭 喇叭吧 好 算你成功了 来 接下来我们传递给下一位 下一个传递给谁 传递给小宋 好 时间交给小宋 小宋来你的绕口令时刻 扁担宽 反邓长 扁担想 不是那个 别唱 别读就可以了 扁担宽 扁担长 扁担没有扁担宽 扁担没有扁担长 扁担要绑在扁担上 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扁担上 扁担偏要绑在扁担上 唱中国话 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扁担上 扁担偏不让扁担绑在扁担上 你说到底最后扁担到底绑没绑在扁担上 不要调到 接下来下一个是谁 小马 好 来 小马的绕口令时刻开始了 注意不要掉在地上 史莱姆 如果你们觉得绕口令比较简单的话 可以提升它的难度 倒着读也可以 小马可以了吗 猪宝巴争青 正耀光争熊掌 还应该叫 对尾 稳 烧花鸭 烧竹筋 烧紫鹅 炉煮 咸鸭 酱鸡 鸡腊肉松花小肚 小肚 小肚 晾肉香肠 神经酥 白肚 群鸡白肚 清蒸八宝猪 好嘞 一个爆菜名带给大家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一个 我们专业的了 别别别 俊林来了 好 时间交给俊林 突然成了他呀 黑化肥发灰 黑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 灰化肥 灰发会发黑 灰化肥发黑 灰发会 发灰 哦 棒棒 来 那我们四位都已经顺利地完成挑战了 这个可以直接放在我的手上了 小柯那么喜欢他 对不对 他的整个的质地 其实就是跟我们 他自己做 这样吧 小柯 小柯 来来来 来 好的 那我们直接来把它放到一边 这一轮呢又为大家争取到了五个亲笔签名照的机会 那我们也为大家解锁了一个隐藏福利 在我手中呢 有九个表情包 现场需要呢 各位依次为对方来进行选择一个表情包 然后对方来进行到模仿 好吧 来 小马可以给我们的小贺来进行选择 小贺给我们的 小宋来选择 小宋给小张来进行选择 好 那在九个表情包当中 小马你的选择是 我选 你觉得小贺做哪个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个 这个是不是 好 来 给大家来看一下 是这个 的表情 三秒钟之后 小贺来为我们表演一下 来 三 三 二 一 好可爱 好有趣哦 而且我们还在 得到了一张动图 对不对 大家记得做成表情包 那我们的小贺给小宋来选一个 真是吗 给我选吗 小贺 张哥你好恶心啊 小宋拿这个 这个有难度哦小宋 小宋有难度哦 好适合小宋 简单 对 好适合小宋 好想给你安两个耳朵 绝对是花园的百分之百 这样小宋你给小张来选一个吧 别啊别啊 小宋会给我乱选的 我不会的张哥 他肯定会 我都知道他选一个 选一个难度百分百 我知道他选这个 咱们不要选 我儿童都选择了这个 我就知道他选这个 选那个这个这个 对对对就那个 哪个 这个白色的那种 白色的这个 这个 来吧 这什么表情啊 小张来看一下啊 眼神要呆滞 对 眼神 要嘟嘟嘴一下 嘟嘟嘴 好 嘟嘟嘴 好可以了 这样吧 在最后一个了 小张给我们的小马来选择最后一个表情吧 马哥马哥马哥 我被秀了 张哥选什么啊张哥 这个是表现好适合马哥呀 好 那我们加快速度选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我是这个手 我来当手 好 三 二 一 小伙的牙齿的见证 好 一个错误的表情 好 再次谢谢几位 我们可以落座稍事休息一下 经过了我们今天啊 三轮的挑战之后 我们一共为大家进行到分享和推荐到的这一轮挑战呢 也是成功的帮助大家进行解锁了 所以在今天呢 云发布会的现场呢 稍后各位都有机会 拿到我们的福利 那另外呢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在我们的云发布会的现场 大家也是为了我们的福利而来 我们也即将为各位送出 十瓶四百毫升大白瓶身体乳的正装 抽奖的方式呢 也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评论区 刷出我们的固定口令就可以 这轮我们就来刷 发光必备大白瓶怎么样 好 好 那各位注意 千万不要打错字 在我们的云发布会现场呢 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 几位也可以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好吗 加油 加油 那各位在我们的加油 那伴随着我们今天云发布会的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也已经快要进入到了尾声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代言人能够做客到我们的云发布会的现场 也特别想听听好几位 在我们的最后有什么想对自己粉丝说的 小马可以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 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到B.U.全的这个云发布会 然后来 这个 看我们推荐这款B.U.全大白瓶身体乳 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 然后也能够 更加期待我们之后准备的这些惊喜 对 好 谢谢小马给我们的分享 接下来 小松 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然后 也是 最近我们也一直在准备三中年的作品 然后希望能够 把三中年 更好的呈现给大家吧 然后也 祝大家 我们一定会早日见面 对 我们一定会早日见面 对 希望我们见面的时候 身上都涂着B.U.全大白瓶身体乳 每个人都有淡淡的甜橙香 是的 谢谢小松 小张 就是 马上就要到第四年了 就是还是 说起来 这三年还是 比较有 心里有体验感的吧 但是还是挺快的 就是 也没想到这三年就 确实也一场 现下的演唱会都还没有开过 但是 我觉得是总会有机会 能够更好地见到大家的 所以说 还挺好的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像喜欢我们一样 喜欢我们的B.U.全大白瓶身体乳 对 然后也希望之后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更快乐的时光 谢谢小张 希望我们的B.U.全和我们的时代少年团都能够共同陪伴着大家 就如小张说的 快乐的时光 小贺 就是 这个 不知不觉就马上要到第四年了嘛 然后这三年呢 我们 我们团和我们粉丝 我们在一起也经历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就是 我们也像小松刚刚说的 我们会 这个推出新的作品 然后来 回馈给大家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还有的话就是 也希望我们和我们的粉丝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进步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对 我们共同在成长的路上 一起携手 一起进步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贺跟大家来做到的分享 那在这里呢 也要再次谢谢我们时代少年团的每位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也要有请几位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刚刚那几位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挑战 帮助大家赢得了我们的15个亲签抽奖的机会 我们将会在本场云发布会结束后 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开讲 大家记得也可以在此刻帮助我们多多的来进行到分享 那各位如果说呢 再稍后您中得了我们的奖项 记得来填写自己的中奖信息和地址 我们将要在30个工作日内为您发出 那在我们今天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让我们用一句口号结束今天的直播好不好 也是我们今天云发布会的直播主题 我来喊倒计时 大家一起喊出口号 倒计时 三 二 一 无处不划 带光登场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的时代少年团 也谢谢刚刚在线上连线的小丁 小刘 小言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云发布会到这里就要即将结束了 希望在未来的旅途之上 我们的B.O.拳大白品身体乳 能够更好的陪伴大家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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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